我还是挺懂你的 玉露 尤其是你在县城里干的所有的事我都干过 然后我大一就开始自己创业 我的学费都是我自己赚的 其实刚才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你太太 当有人否定你的时候你太太站出来 虽然她的力量很小 但她在护着你 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站在这 我也不想再去质疑 但我想告诉你你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你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崇拜 你这么爱你的老婆 这才是你一辈子的宝 你应该在你当地 踏踏实实地把你现在的演艺事业 如果能 我特别建议你好好的把你的管理能力 和当地的策划能力提升一下 去做一家自己的传媒公司 守好一个家 就别再想着来北京 撇家舍业的 离开老婆 离开两个孩子 再来北京重新开始 你甚至都不知道能来立天领业做些什么 所以这是我给你的特别中肯的建议 实际上我也从农村出来的你知道吧 所以我对县城里的生活状态也是很熟悉的 然后因为你看从她老婆对她的这个认可度来讲的话 她的这个家庭的基本的生活 咱们大家不用去担心 然后她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你来大城市不一定找的是工作 其实大城市有很多的资源和很多的项目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在扎根你的县城 然后把大城市的 比如说一些少儿的演艺的一些项目 一些比赛的项目引到你的县城里面去 你可能只是做她一个代理 或者一个城市的合伙人 那这个不就把你的特长和赚钱 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了吗 为什么非要去找一个影视公司的什么什么策划 然后从打工人开始 你可以不用打工的 宁静这个提议特别好 现在整个所谓的大城市都像四五线城市下沉 就是说这个市场是中国的大多数 其实我们需要在当地市场有很多能量的人 他就是那个人 要有自信你还可以的 你真的是可以的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 对 玉露其实我最近就在回老家做一件事 我其实在北京嘛 斯凯勒品牌在北京 但我们家就是一个县城 我现在就把斯凯勒开回到我们县城了 而且开了一个很大的生活馆 所以在每一个县城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要珍惜这一点 主要我们小的县城 他们有这样的对接平台 我帮你对接 好 宁静愿意对你给予这方面资源的倾斜和帮助 说了这么多 最后咱还得怎么样 看结果吗 来 自卫企业家 选吧 其实我感觉这次来的时候 还是应该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这是一点 听到什么何总所说的这方面的对接 这其实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是不是又给你打开了一扇门 对 我可以把外边的东西来引到我们当地 再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很多的东西来放大化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小县城 对 也让更多的我们小县城的人来走出去 所以说在这条路上 你有很大的工作可以做 对对 你看我们企业家多善良 潮汐说 你来了宝山捡了一个金豆子 哗 何宁可宁 马上端了一块大金砖给你 至少不是空手而归 对 玉露这个舞台就是个引子 你来的是吸收的 你吸收的可能是份工作 可能是资源 你知道吧 一定要有这个定理 不要被别人打击 也不要老说小县城 小县城怎么了 四千块钱的收入在县城里面算很高了 我们有自信 好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感谢你